在青藏高原有着一条特殊的游路 格尔木至唐古拉山镇游路 在这条与天相连的游路上 有一个唯一的主人公 他就是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 邮政分公司邮递员葛军 这条游路是2007年7月份开通的 我是2010年9月份开始跑这条游路的 平均每年的公里数是5万公里 也就相当于是10年跑了50万公里 葛军所走的游路地处人们常说的地球第三级 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 年平均气温零下6摄氏度 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 途中要翻越4767米的昆仑山口 和5010米的烽火山口 还要穿越数百里的柯格西里无人区 十年的时间里 葛军坚持一个人一辆车 往返于这条生命禁区游路 单趟全程是450公里 平均这条游路的海拔 平均海拔是在4500米以上 中共有17个邮件交接点 主要的交接点 我们主要是给沿线的部队 还有乡政府 还有就是索南达街保护站 给他们投递一个星期的报纸 还有一个星期的包裹 记者跟随葛军来到青藏铁路三叉河的武警某不住地 这里有一条在陡峭山崖上开凿的高达百米的天梯 每次到了这个地方 葛军都得将车上卸下的邮包 信件 报纸 扛在肩上 艰难地爬上天梯 送到位于山顶的军营 44岁的葛军是一名退伍军人 在这条游路上 他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部队战士 战士们会亲切地喊他葛大爷 葛军说这也算是延续了他的部队情 每星期的星期三我都特别期待葛事物的道理 因为他会给我带来很多吃的 报纸还有书刊 还有我们官兵的这个快递 他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伙伴 因为有了他 所以才使得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温暖 要不然我们就感觉与世隔绝 皮肤幽黑 嘴唇发紫的葛军告诉记者 虽然心脏公路沿线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 但他早已经习惯了 在没有合适人选接替他工作的情况下 他会继续为这条游路的民众及官兵服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